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怎么夸您 人非常的好 人也善良 也诚实 从来不蒙人不骗人 我不说瞎话 有这么一个词叫忽悠 你听说过吗 这是东北传过来的词 东北方言 对 说你竟忽悠人 这里边有宝义 有贬义 有闹着玩的成分在里面 开玩笑 说相声之间难免要开玩笑 对 也背不住有忽悠的现象 这很正常 开个玩笑 无伤大雅 但是别开太大的玩笑 太过了不好 虞老师开车走在高速上 开车快呀 我开车 旁边那车就指着他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 虞老吓坏了 赶紧停下来吧 是 下来一瞧 车没事 没事 后边一万多辆车过来了 呜呜呜呜呜 过去了 余老师 没了 哎 说是玩笑吗 知道吗 一个善意的小玩笑 哎 对 这是解恨来了 这是 好多人都爱开玩笑 是 都爱忽悠人 对 其实说起来我们日常日子里边有这么一天 好像是大家公认着开玩笑的日子 还有这么一天吗 4月1号 愚人节 这有这么一天 有一个电视剧演这个吗 是吗 神探愚人节 没听说过 神胖子 敌人节 神探子 两码事 不是这个吗 不是 我一直纳闷 这胖子卖说家话呢 谁说的 不是神探愚人节啊 敌人节 愚人节 这是打国外传过来的这么一个节日 外来的 在这一天大伙都能开个小玩笑 谁都不信谁了 谁也不能跟谁急 对对对 你要因为这我生气了 你跟我闹着玩 你跟我忽悠 这事不行 那没劲了 那没意思了 是是是 但是逢这一天 我是特别的加小信 生怕让人骗了 你想了 北京德运社一百多说像的了 你知道谁跟谁开玩笑 背不住的事 今年的4月1号愚人节 我上德运社上班去 演出 我一进门啊 我们那说像的 徐子亮就过来了 干嘛呀 我跟您说点事 我说你住口 说都不让 今天是4月1号 说什么都不信 愚人节 你打算忽悠我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他说了没有 你骗我 他乐了 您听我说 于谦哪 是一个好人 你骗我 没有 没骗你 这事您得信 这一年三百来天没说过 就这天 他说你是好人 我能信吗 这太可疑了 是不是 反正就这一天 我看谁 都想忽悠我的 都想说瞎话的 出来进去 加倍的小心 这也对 没想到突然间有点不舒服 肚子不舒服 去洗手间方便 上厕所 方便之后才发现 没有纸 哦 这怎么回事 放纸 那个地方 只有一个轴 纸卷 上面贴着一个条 写着是 愚人节快乐 你看 加倍小心 还没防住 有落款吗 落款写的是 徐德亮 还是落他手里头了 仇人呢 仇身四海啊 咋早上就憋着呢 但是要报仇 必须你能先出得去 那倒是 我现在这个状况很尴尬 您想主意啊 掏电话 给何云伟打电话 哦 这您徒弟 喂 小伟妈 师父有难 素来大救 这大事 师父您什么事 您说 为师困在洗手间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您还是腿没蹲麻是吗 您赶紧说这事吧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行了 你送点 手指来 哎呀 这就对了 这就没落了啊 你往来这套 这送个一套余伟金 你骗我 你信 挂了 怎么办 还得想主意啊 我再思考 曹余伟金 二徒弟 喂 金子 我是师父 我跟你说呀 现在师父有点事 我被困厕所 你看你能不能够送点纸来 哎 这回是急了 您别来这套 啊 刚才何云伟还给我发一短信呢 写的是 他骗我 说他在洗手间被困 哎呀 我不信 这好嘛 全不信 这怎么办呢 这没辙了 想来想去 我得找一个厚道老师的人 那倒是 李静 哎 这厚道 他性子慢呢 对对对 答通了 嗯 喂 李静吗 骗我呀 这太慢了 师弟 嗯 师哥有事找你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相信我 哎哎 我不骗你 嗯 我在洗手间待了很久了 哦 我现在需要你来救我 他说 我说的是实话 你相信我 嗯嗯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哦 我在你旁边蹲一钟头了 姐 笑呀 谢谢 谢谢